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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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杭丽嘴角笑容一发而出 但才刚刚浮现出一丝下一刻 却瞬间的凝制了 时见甲虫獠牙划过之处 光幕上金光一阵流转 丝毫痕痕迹都未曾留下 世金虫竟然没有办法啃动这层五色光幕 这让韩列心中大汗 他想了一想之后一咬羊 抬手将这些成熟体的世金虫驱散 袖子在一斗之下 十几只后选的世金虫王轰鸣一声 一飞而出 这些后选的虫王一波而下之后 同样落在了光幕上 这一次 灵虫獠牙所过之处 一道道深深的痕迹 轻刻之间在光幕之上显现而出 韩列长吐了一口气 心中啊 也同时为之一松 若是连这些候选的虫王也奈何不了这劲致 他可真要大为头疼呢 韩列高兴的 显然还是早了一些 在注视之下 光幕上表面啃咬的众多的痕迹在白目中微微一闪过后 轻刻之间就恢复如初 这五色光幕不仅坚韧如斯 竟然还拥有强大至极的修补能力 韩列脸色大变 若是还有时间 他自问的也可布置几几个法阵 同样借助静置之力来慢慢的破解眼前的静置 但是现在呀 根本没有办法在此空间逗留下去了 现在是要么就此放弃破解的念头 要么呢施展霹雳手段 拼着大碎元气 动用玄天之剑来尝试一下 以其闭上封印的那口 玄天之剑的威能 这五色光幕纵然说 再有玄机在其中 一见眼下也绝无可能再是安然无恙 而以喜灵池的神秘和这天然法阵的玄妙 孔洞中若是真有什么宝物 价值之大可想而知了 不过话还得说回来 韩列离开此空间之后 还要面对两大魔族圣族 在此时先损耗了大量的元气 再面对两魔的时候 自然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情 可其中的取舍利弊 让韩列脸色好一阵的阴晴不定 算了 宝物再好 还能真比得上玄天之宝吗 我现在已经有了进阶大城七的机会 以后只要再进一步 就可真正的掌握那口玄天之剑 何必再次冒如此大的风险呢 真是可惜 若是再早上一日发现此地的异样 说不定啊 还真的会拼上一把 韩列长吐了一口气过后 大为惋惜地说了 显然呢 放弃了继续冒险的打算 飞转身 双袖一阵飞舞之下 顿时呢 无数的士金虹狂勇而来 纷纷地没入绣中不见了踪迹 接着呢 它顿光一起 一下子就化为了一道青红飞出了池塘 在空中略以盘旋过后 就向某个方向破空射去 没有了士金虹的吞吸 这喜灵池中的银白色的水面 顿时开始徐徐地上升起来 高空中一团团五色云雾 凭空涌现而出 里面隐隐地传出了轰鸣之声 并且一道道电光开始若眼若见 这个时候 韩列所化青红几个闪动过后 就出现在了空间一角的一处 祭坛模样的高台之上 在高台中心处 一座淡银色法阵明印其上 这正是韩列进来时候的入口 离开时候呢 此外还要借助此地的传颂法阵了 他的身形刚一在高台上现身而出 并没有马上进入法阵当中 而是抬头呢 往高空望了一眼 这个时候的韩列已经感觉到了天地之力对其的强烈的压制 若是再晚些时候走的话 恐怕就真像宝花说的那般 想走也走不了了 轻叹了一口气 韩列台族人就进入动了银色的法阵当中 本首在一阳一道青色的法阵击视而出 一闪即适地没入到法阵当中 银色传颂阵 一阵风鸣啊 乳白色的灵光大盛一向就把韩列笼罩在了其中 韩列感觉法阵当中空间之力开始剧烈地波动了起来 直到啊 马上就要被传送而走 双目轻轻和尚就要静等传送而走的那一刻 但是 在他眼皮刚于和尚的瞬间 突然呢 胸前一团绿芒从衣巾当中绽放而出 韩列双目顿时面色大变一睁而开 一只手掌呢 更是闪电般的往胸前一探 经一把呀 将贴身藏了的一样东西抓到了手心中了 未等韩列面露吃惊之色再有何反应 白光一闪过后 身形就一下子被法阵传送了出去 同一时间 喜灵池的池水呢 刚刚恢复到了原先的水位处 在池底处 几块石板则绽放着惊人的光芒 将法阵中的一切全都遮掩住了 而在耀眼光芝之中 一只数寸高的深黄色的小瓶 正从孔洞当中徐徐的飘浮而出 表面呢 还遍布了墨绿色的花纹 屏口正喷出了手指粗细的乳白色的泉水 而且还越来越细 当泉水最终一喷而完过后 黄色小瓶忽闪几下 竟然在平地之上流露出了一对黄豆大小的漆黑的眼珠 滴滴滴的向四周一乱 竟离人的流露出了失望至极的神色 这对眼珠再闪过后就诡异的消影不见了 同时呢 那黄色小瓶一模糊 却坠上了孔洞当中 并一闪也不见了 那几块石板却在光辖闪动当中 化为了五色光点凭空溃散而开 它们竟然不是真正的实体之物 而是天地灵气啊 凌距幻化而成之物 据说原先在几块石板中心处的孔洞 也无声的消失了 仿佛呢 从来都没有在池底出现过一般 至于呢 整个空间 高空原本密幕的五色云霞 在杭力传颂离开之后 也徐徐的消散而开 整个空间都恢复了原先的平静 杭力身形一个闪动过后 整个人呢 就出现在了苦灵岛某一角落的空中 目光一扫 未在附近发现有其他人之后 立刻呢 神色凝重的手臂一抬 五指一松之下 手中紧紧抓住的东西 顿时呈现在了眼前 那 竟然是一个巴掌大小的黑色的皮带 表面呢 还贴着数张金银色的福禄 杭力两根手指一动夹住了皮带的一角 熟练异常的往手指中一抖过后 葫芦呢 就无声的脱落而下 同时 一个绿色的小瓶也从里边滚了出来 正是那个呀 可以催熟所有草木的神秘小瓶 杭力飞快的把小瓶一托而起 放到了眼前 是仔细的打亮了起来 直见小瓶表面的那些墨绿色的花纹 此刻竟然闪动着若隐若现的脆芒 但是在杭力的注视之下 异样的光芒呢 正在屏蔽上飞快的减弱 几个呼吸过后 小瓶就彻底的恢复如常了 杭力的眉头紧皱了起来 同时脸色一阵惊疑不定 但是 下一刻 他忽然一抬手 目光朝一个方向看了一眼 手腕一抖 小瓶顿时就被收进了皮带当中 几张符露给一闪自行贴在了上面 这个时候 他单手一抓 往胸前一放之后 皮带就无声地消失在了衣巾当中了 接着呢 杭力双手往后背一背 人就静静地在空中等候起来 几个呼吸的功夫过后 远处天边 光点一闪 似乎有顿光出现 杭力稍目一眯 数十丈外的地方两处波动一起 一团粉红光霞和一团黑气同时无声地显现而出了 在粉红色的光霞当中 一颗巨大的花束虚影一闪即逝 暴花和黑恶现出了身形出来 而那两团黑光滴溜溜一宁过后 也幻化成了一名脸色冰冷的黑袍青年 正是圆眼圣足 他们一在寒力面前出现 就一言不发地上下打亮起寒力 伴赏过后 宝花面先一丝一色轻笑一声 哼 倒有出来的如此之晚 妾身还真的是有些担心呢 但是现在呢 看到有气色如此之佳 在水灵池当中 应该真是得到了不小的好处 如此我也安心了 宝花前辈担心的不是晚辈 是晚辈手中的灵药吧 寒力微微一笑从容的说道 这有什么区别呢 若是你真的困在洗灵池中 没有办法出来 灵药啊 自然是提也不用提的事情了 宝花咽然一笑毫不在意 前辈倒是实话实说呀 寒力呢不禁苦笑了一声 废话少说 人足小子 你现在既然从里面出来了 也该将灵药交出来 若想反悔的话 可别怪本座直接动手硬抢了啊 黑袍军年盯着寒力 双目凶光闪动 二位放心 晚辈不会毁约的 寒力嘴角微微一翘 忽然手掌一翻 多出了两只愈合出来 手腕一抖 然后向对面二摩毫不犹豫的一抛而去 无论是面带笑容的宝花 还是一脸严厉的 远眼圣祖一见此景 都是心中大跳啊 几乎下一世的 一个胶子一卷而出 一个大手虚空一抓 两只愈合一个闪动过后 就各自稳稳地落在了二者的手中 黑袍青年 早也没有办法掩饰脸上的兴奋 甚至于呢顾不上打开盒盖 净神殿呢 往何容易扫片刻过后 脸上就换上了狂喜的表情出来 哈哈哈哈 何事烈魔草不假呀 本座躲在极地苦苦培育此草 数万年未过 没有想到在这里却得到了真正的成品 嗯 不对 你在上面留下是什么呀 远远圣祖心花怒放的大笑 忽然笑声戛然而止 患上了惊怒至极的表情 这个时候 宝花也用神殿查看完了 另外一只玉盒当中的灵草 脸上的笑意也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韩道友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你难道以为在灵药上做这点小动作能瞒过切身吗 两个人望向韩力的目光一下子大为不善 哦 两位前辈无需动怒 在下先问一下 何正的灵药何否有误啊 韩力呢是丝毫不害怕 反而还是不慌不忙的又反问了二摩一句 哼 灵药倒是真的 但不要说你可没有在上面动什么手脚啊 黑袍青年直瞪着韩力力声喝道 哦 灵药不讲 谢神同样需要一个解释 否则的话 道友恐怕根本就没有办法离开此道道 宝花也阴沉的说 那既然东西不假 在下要亲自将他们交给了二位前辈 也算是完成了当初的承诺 韩力不动声色的继续说道 就算是 那又能怎么样 贤族小子 你不会以为做一些言语上的游戏 就真的能够蒙混过关 元眼圣祖怒急返校 猛然一个大步向前迈出 顿时啊 身躯上的黑气一卷而出 一股惊天煞气冲天而起 附近大片的虚空 都为之模糊和嗡嗡作响了起来 这位魔族圣祖暴怒之下 竟然一言不合 就要大打出手的意思了 哦 前面误会了 在下留在灵药之上的 并不是什么复杂的禁制 只是两缕临时分念而已 不用多久 这两缕分念 就会自行的消散 这灵药呢 是没有所害的 杭力摆了摆手 十分镇定的说道 灵时分念 你的意思是 宝花江玉盒中的灵药 又探查了数遍 终于啊 他确定了杭力所言不假 神色移动的问道 这在下并没有别的意思 晚辈可不敢真的拿自己的性命 都二位在得到灵药过后 真的会放在下安然离去的 所以呢 只有在两桌灵药上 各寄放一缕分念 只要在下能够安然的离开雷海 灵药自然是毫发无损 若是二位前辈有何异动 说不得这两缕分念一感应到 就会立刻自爆 灵药是否还能安然存在 那就要看天意了 杭力双目金光闪动 怎么 你敢要挟本座 没有等宝花回复 原眼就一下子暴跳如雷了 不敢 晚辈也只是想暂时自保而已 在下离开雷海的时候 分念就会立刻消失 二位也不必担心 在下离开后 仍会引爆分念 伤害灵药 毕竟如此做的后果 只会真的和两位前辈 结下生死大仇的 对在下一路追杀到底 晚辈不会做如此蠢事 杭力依然神色不变的说 哼 你真以为 区区的分念自爆 就可以摧毁玉河当中的灵药吗 这灵药 可是天地奇物啊 就是非剑非刀 也难伤分毫的 宝花听完了寒吕之言 美眸中奇光一闪 冷哼了一声说道 是不是能够毁掉 国主二位都不敢真的尝试 况且呢 宝花前辈真以为我所留的临时分念 只是普通的神念吗 与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还人修仙传》第1389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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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人修仙传》第1789维